新加坡曾经有公认的三大美人 分别是范文芳、郑秀珍和郭飞丽 后来因为林湘平的加入 变成了四大美人 这几位美女不仅在新加坡大名鼎鼎 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 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梦中情人 时光荏苒 美人迟暮 今天就来讲讲这四位美人 范文芳被称为新加坡第一美女 这个称号见仁见智 有人觉得她极美 有人完全盖不到 范文芳成名极早 17岁凭借模特身份出道 23岁进入影视圈 短短几年就拍了不少电视剧 其他三美还在选秀的时候 她就已经成了电视台一姐地位超然 1997年 范文芳出演神雕侠侣 饰演小龙女 虽然不如其他版本的知名度高 不过气质沉浸 也有一番风味 此后范文芳开始来到中国发展 参演了尔东升导演的《真心话》 获得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 还与成龙合作了好莱坞电影 《皇家威龙》 名气直线上升 后来又主演了电视剧《聊斋奇女子》 和《青蛇外传》 开始被内地观众熟知 2009年 范文芳签约华裔兄弟 本想在内地再创高峰 可是华裔众星云集 给她的资源不多 以至于发展平平 2013年与华裔解约之后 范文芳回到新加坡发展 此后在内地的消息不多 范文芳也被称为林缺翰的人生赢家 因为她的一生实在是太顺畅 出道就是主角 一直都是主角 事业上 她是新加坡国宝级演员 在中国也名气极大 婚姻上 她也很幸福 嫁给了演员李明顺 两人合作过九部电视剧 全都是各种情侣 如今50岁的范文芳和老公 依然活跃在第一线 依然是妥妥的巨星家庭 1995年 20岁的郑秀珍参加 才华横溢出新秀 这是新加坡最权威的选秀比赛 有点像无限的港姐选美 不少明星都在此出道 决赛的时候 郑秀珍的左眼不小心受伤 肿得跟桃子一样 郑秀珍感觉夺冠无望 本打算直接退赛 后来是导演一再劝说 才鼓起勇气站在台上 结果因为她实在是太美 评委竟然一致忽略了这点瑕疵 给了她冠军的头衔 郑秀珍由此进入娱乐圈 开始参演各类电视剧 因为身材高挑 气质清冷 成为了不少男生的梦中情人 不过她那时名气还不算大 真正让她红遍东南亚的 还是神剧《东游记》 郑秀珍所饰演的何仙姑 清心脱俗又暗藏勃勃英气 心气飘飘让人难以忘怀 随后郑秀珍又出演了 马景涛版《笑傲江湖》 虽然咆哮帝的演技颇为人诟病 但郑秀珍所饰演的东方不败 却得到了普遍的赞誉 几乎可以替美林青霞 郑秀珍当时星途坦荡 是新加坡的一线女星 可惜因为投资股票失利 最终陷入了破产丑闻 声誉一落千丈 2000年郑秀珍因 拖欠证券刑30万无力偿还 对法庭宣判破产 成为了新加坡首个加入 穷极女艺人 穷极是新加坡一大特色 其实就是对破产人员 限制高消费 否则以欺诈罪入行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耻辱性 郑秀珍因此陷入低谷 不得不拼命拍戏赚钱还债 在此期间 父亲突然去世 没能看他脱离穷极 成了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2005年30岁 郑秀珍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 成功脱离贫级 出道10年 从高峰到低谷 郑秀珍饱含心酸 他索性退出娱乐圈 开了家养生按摩店 2007年 为了给自己的店铺做推广 他认识了电视台负责 广告业务的黄新川 交往三年后 两人结婚 并育有一个儿子 可惜这段婚姻只维持了短短7年 2018年 两人因性格不合 宣布离婚 如今 46岁的郑秀珍 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虽然家庭不算圆满 但生意经营得不错 养生店已经开了三家分店 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营业额暴跌了30% 厚道的郑秀珍始终咬牙坚持 没有裁掉一个员工 郭飞丽也是凭才华横溢出新秀 初道 与郑秀珍是同一届 不过屈居继军 后来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模特 1998年 郭飞丽参演《东游记》 饰演柔情似水的牡丹仙子 剧中她的人设是天庭第一美女 郭飞丽也完全单得起这个称号 简单的妆容 出众的颜值 让人至今记忆深刻 这部剧集之后 郭飞丽开始在国内走红 她也顺势转向内地发展 2002年 郭飞丽参演苏有彭柏 《倚天屠龙记》 被誉为最美因素素 几年之后 她又参演了《天外飞仙》 依然美得惊人 郭飞丽的长相古典清雅 非常具有东方传统美人的特色 尤其是古装扮相 异常惊艳 不过 她的事业心不强 主要以享受生活为主 后来遇到合适的人 索性结婚吸引 郭飞丽的老公是澳洲人 比她大11岁 当时已经50岁 家底丰厚 这段婚姻让不少影迷非常痛心 感觉好白菜被猪给拱了 可是郭飞丽却觉得非常幸福 夸赞老公99分 不知道是不是爱情的滋润 这几年 郭飞丽越老越漂亮 仿佛吃了仿佛剂一般 竟然宛如少女 根本不像一个快50岁的人 1997年 林湘萍参加第五届 才华横溢出新秀 评委有张峰逸老师 不知道是那届美女太多 还是张峰逸老师眼界太高 竟然直接把她淘汰 连三甲都未进入 还好主办方会演十珠 赶忙将她签约致麾下 林湘萍才顺利进入娱乐圈 林湘萍的运气很好 正好赶上中国与新加坡和拍片的高峰期 四年便参演了冬游记 而且一人分饰两角 饰演真娘和龙三公主 一个温柔贤惠 一个刁蛮任性 不仅毫无违和感 反而都让人一见倾心 同年林湘萍又参演了神雕侠侣 饰演一件杨过物终身的郭湘 可惜这版神雕名气不大 埋没了如此经典传神的郭二小姐 此后林湘萍转战中国发展 知名度最高的 当属宝莲灯中的直率感爱丁香 2014年38岁的林湘萍 与中国台湾艺人田恩佩结婚 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非常的幸福 如今林湘萍主要以家庭为主 偶尔也会客串一下电视剧 依然保养得非常好 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